我们现在是在上海来正式试驾一体骑 这次见他我慢慢的有点喜欢上他了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 就是这三个小鸡脚我越看越顺眼了 他进行了很多的优化 他做了很多的一些边上的这种角度的处理 这样做的变化除了好看了之外 就是他的风阻系数也降低了 他最早公布的风阻系数不是0.23吗 他现在是0.208 我觉得他的现在的这个设计语言 等于是上半部分这种封闭的一个型面 做的比较大 他下半部分的这种类似像格栅的设计 做的是比较小的 我现在有点找到了车主的感觉 然后我靠近他 你看他的把手就弹出了 他也是一个感应的 我就放在这我没拉 他就自己就打开了 当然他也是个电锡门 还有就是这个车 他其实配合他的这个五种不同的轮圈 他的胎也提供了五种 有强调性能的 然后也有强调低滚组啊 去增加他一些续航的 当然他每个轮圈的样式也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是车主的话 自己可以注意一下选 当然他就这个选配的方面 也是有一些钱的 还有就是车漆的颜色 今天拿的是一个南极新蓝 他这个颜色包括极光绿的颜色 还有一个橙色 这三个颜色是要加一万块钱的 但是我要跟你说 未来有一个颜色叫新灰 就之前ES上面也都有 我觉得那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关键是那个颜色不用加钱 他后备箱的开口实际打开 比我们在外边想象的要大很多 但是他没有做成那种先辈式的 他后备箱整体的晋身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的第二排侧椅不能够放大 最近这个内饰里边 你能体会到一个词就是简约 跟你以往体会到的那种不一样 以往的那些吧 多少还有一点点的简单 但是我觉得他的简约 一个是他本身的设计 他用了很多隐藏式的设计 你比方说他的空调出风口都藏起来了 你看他藏的真的很隐蔽很隐蔽 不是那些就是某个角度你还能看见 他的这个其实都在这儿 而且他的氛围灯到晚上也是通过这个角度能够下来的 他跟去年公布的氛围灯有一点点的不同 去年我记得公布的是氛围灯的颜色 有60多种颜色 现在是256种颜色 而且他包括你氛围灯 比方说你这个位置 或者你的地板的位置 包括你车门的这些位置 都可以单独的去设定一些不同的颜色 而且他也有那种呼吸灯 包括跟着音乐随动的这种 他晚上的内饰的氛围超级好 还有一块就是这种木头 它是藤木 它是那种热带雨淋里的藤木 当地会用它来做一些简易的家具 而且我觉得它是那种 就是可以最高长到160米 它是长得特别快 它可能也符合电车的这种特性 然后再加上他们做的这种图案的感觉 和内饰搭在一起 你也觉得高级感方面 拿捏的还是挺准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椅子 它是这种拉帕的真皮的这一台 它摸上去的手感真的超级好 我觉得是因为它比较克制 其实它用的这种缝线相对来讲 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深色的裤子 其实我自己还是挺心疼的 它调节的选项超级多 而且你看它前面的腿托的这一块 它的整个的能够外转的 这个范围也非常的大 就是能适合你不同程度的 这种驾驶的一些姿势 还有一个就是听觉部分 它有一个7.1.4的一个杜比音效 然后它里边是自带了一些 杜比音效的一些音源的 你就不用想说 哎我要不要买什么会员什么的 它有 我们来给大家放一下听一下 我们就说话 你自己听一下啊 欢迎来到蔚来ET7 体验沉浸式的听觉盛宴 传统的音乐聆听方式 声音只是来自左边 与右边 蔚来7.1.4沉浸声音响系统 打在杜比群情声 让声音全方位营绕着你 不只是聆听 更是感受音乐的每一处细节 欢迎来到我家的第二个沙发 你看我就靠在这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还挺有沙发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个大沙发 你看它的坐垫 就是包括我把这个扶手收起来的话 你看它整体的这一大块的坐垫 这种乘托感 再有就是我家的客厅评理数 也还可以是不是 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电视 它除了我们常规理解的那些多媒体的控制以外 它也可以坐到后排的这个椅子加热通风按摩都有 是不是感觉 我的待遇什么时候跟前排一样了 它这还有一个功能叫压力舒缓 这个其实调整的是你椅子的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不是只有腰托可以调吗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椅子通常腰托才可以调吗 但是它是后排整个把腰托的部分一直延长到了背部 就是等于这一大片都有 也就是说你除了能调整自己的坐姿以外 你这回也可以去调整这种椅子 它其实调节的幅度还挺大的 它在我的左手边有这样的一个四项的按钮 然后它通过这块屏也可以跳 你让Nomi也可以帮你跳 你用前面中控的那块大屏都可以跳 我们现在把ET7开起来了 这是这一次试驾的重点 但是要跟你说的是这一台车现在任何的驾驶辅助都处在没有激活的状态 所以这部分没有办法跟你分享 说到动力的部分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在动力方面 有一个数据是升级了的 就是它0到100的加速时间 之前是39秒 现在是3.8秒 制动的距离是没有变 还是33.5 但是在制动的方面 你也觉得说 其实我在装筒放倒的那个地方 作为刹车点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你一脚对下去 对下去早了 你会觉得它的那个制动的距离真的是比较短的 就车就已经速度降下来了 尤其是在我们做那个紧急并线的那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但是在城市里面 我觉得比方说走红绿灯的时候 如果说我把我的动能回收调的比较轻的级别当中 我刹车真的很难做到不点头 这辆车还是有空气悬架的 它又有一个CDC的一个动态阻尼 就它可以自己根据道路的这个情况去调整 但是当它处理一些比较颠簸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支撑很好 还有就是它没有什么多余的这种晃动 而且它在声音的控制方面也做得挺好的 但是你也觉得它的舒适性方面它其实并没有丢 再有就是这台车在里边的话 你真的觉得挺安静的 它NVH方面做得挺好的 它这次的空气悬架是未来自主来研发的 他们可能考虑说我自己来做 我觉得我有更多的这种主动性 然后我的更新迭代能够快一点 就之前大家不是也觉得吗 说可能用了很多公众商的一些东西 你在高溢价方面你自己控制不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次的这个空气悬架 它的高低可调节的这个范围 它是往下能够一厘米 往上能够四厘米 一个是根据驾驶模式 它自己去调整 还有就是根据车速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台车 过了一年多它在各个方面还是领先的 不过现在市场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之前好像纯电的轿车类不太多 但是今年这方面的产品真的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这部分的竞争也是挺激烈的 但是我自己开下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在质感方面 就是在它整体的氛围营造方面 你是永远可以相信未来的 而且在这次ET7的试驾当中 我会觉得它比之前的ES6也好 ES8也好 在质感方面要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希望你也能感受得到